1221年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 与金军展开野狐岭之战 并在此战役中大破金军主力 这一战使金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金人从蒙古军那里受到了暴虐 其想要在南宋那里找补回来 于是他们在1217年开始了与宋的战争 这场战争最终以平局而结束 1227年 蒙古军攻破西夏国 这对金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再加上几年前金宣宗刚刚去世 此时的金已经气数殆尽 这一系列胜利后 蒙古又于1223年转而攻击河南 金军大败 当时金国有一大将武仙 在大边山里收拢残兵以武装金兵 其实这个武仙是个汉人 只不过他一心忠于金国 甚至还起了恭送以强金的心思 只不过在接下来的较量中 其迅速败下阵来 1233年宋与蒙古联合抗金 1234年金王 对于金国的态度 大多数人持的是灭金 虽然最终是与蒙古联盟灭金的 但是宋朝对于蒙古的防范之心 早就有了 因为蒙古在1227年就已突袭四川 夺取南宋武官 1230年又强行借到南宋 所以对于与蒙古联盟一事 大多数南宋的官员是反对的 直至金国灭亡已成定局 南宋朝廷才开始表明态度 之后南宋与蒙古展开了 长达40年的对峙 因为河南久经战乱损伤惨重 所以此地就成为了 南宋与蒙古之间的 一块无人占领区 南宋对河南有两种观点 一 维持战线 二 占领河南聚官守核 在当时大多数朝臣 都支持第一种观点 但是宋里松支持第二种观点 胳膊终究傲不过大腿 于是南宋开始了北上 收复二经之路 豪州开封顺利拿下 在洛阳却遭到蒙古军偷袭 之后双方正式开战 1235年 蒙古军主攻湖北与四川 占领襄阳等城市 1236年 西线蒙古军攻破四川 成都陷落 虽然之后蒙古稳定了湖北局势 但是盟军兵分三路全部进攻 中线西线东线的将领们 均率军奋力抵挡 获得了不小的胜利